阿仲基不記得機場的感覺 過去一年都被疫情阻隔了旅行計劃 連抬頭望著天 經過的航班都稀疏了很多 掛著機場的不僅是喜歡旅遊的香港人 還有工作機會大減的航空業界人士 今次的設計單位 正正位於鄰近機場的東沖營灣園 趁著過去半年重新裝修 要求設計與這個心中憧憬的 國際機場互相聯繫 負責的設計師Johnny 將這個設計叫做機場與海 能否勾起大家掛著機場的感覺 大地式的自然色調 罕有感撞上這種藍色 原來都挺合格 看看外面的景色 就知道為何會有這個設計概念 這次設計的主題是配合 主要用上大地式和木材 藍色作為襯托 令我家居的設計 與屋外海天一色的大自然 融為一體 廳的長身 櫃板 地板 電視櫃 設計用色一致 看下去乾淨美落 藍色的元素 加入客廁作為呼應 廚房用色主要有白色和灰色 桌面用上雲石 豐富層次 看下廳 煩法覺得差了點東西 其實未必每一個家庭 都需要一張固定的飯桌 通常一至五 通常是女戶主和小朋友 在廳裡吃飯 所以通常星期六日 或是需要時 過時過節 就開一張大桌出來吃飯 以及長期收起了一張飯桌 小朋友可以長期 有更多空間跑筒 以及空間比較大 雖然食飯桌平時收起了 但設計師做了這個小型包桌 你護住有空時沖一杯咖啡 可以休息一下 在廳旁邊有一個半開放式的空間 一半是書房 一半是遊戲的空間 一半是遊戲的空間 用上玻璃增加空間感 小朋友的遊戲房和大型書房合併 小朋友在這裡玩的時候 家長就可以坐在這裡陪著她們 又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小朋友小時候有個地方可以看書 玩玩玩具當然開心 但怕小朋友長大了不喜歡 設計師已經想好 會幫小朋友加回足夠的私隱度 當小朋友大一點的時候 這裡會加回一些屏風和門 讓兒子在這裡自己睡的時候 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隨時也會變回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可以有時在這裡玩 空間又大一點 屋主小朋友只有三歲 作為家長是會緊張一點 時時刻刻都擔心小朋友 設計師就有方法令家長放心 對了 Johnny 為什麼這裡和廚房都用了玻璃窗 是的 因為為了讓護主隨時隨地 可以看到兒子在哪裡 和在玩什麼 提高安全性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這兩個窗 主人房畫出了衣帽間 色調主要混合白色和啡色 加上特大的玻璃窗 採光度不錯 令整間房看起來很光猛 入口位置裝了滲燈 簡單壓迫感 主人房外面的廁所設計就較為簡潔 主要是灰色、白色和雲石 這裡的海景是向這邊的 偏偏有一大段的長身 就被廚房佔據了 動工將廚房改為小朋友和父母的共同空間 不僅可以看多點景 還可以令單位光猛些 還要考慮家居安全 單位實用面積918呎 有這麼大的空間 但原積就未如理想 所以設計師在間隔的改動上 花了不少功夫 首先將圓關旁邊的士多房拆走 釋放更多的位置 用作重新規劃圓關 疫情之下有個圓關就適合了 出過街的外套可以掛在這裡 鞋、手袋、書包這些都可以放在圓關 那就沒那麼容易將病毒帶入屋了 設計師為圓關訂造的大木櫃 放到鞋之外 連衣服都可以掛進去 看下去更加整齊 在圓關旁邊的藍色櫃 每一格都是好洗好用的儲物櫃 櫃的中間還有一個擺設空間 不會太過單調 廳的廁所間隔都稍有改動 成功做到一舉兩得 現在這個廁所是比原積的廁所大小小的 我們向廳延伸了小小 右邊這裡就多了一些儲物空間給廳 左邊就多了一個洗衣房 原積的廚房 三個型地開在廳的中央 就不太理想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廚房就封了 裡面兩間房的一個出入路線 其實每一次出入都要經過廚房 廚房一來熱 還有有油煙 還有如果有起一些危險上來 裡面兩間房的用家 可能就未必可以隨時逃生 所以這個就影響了一個安全性問題 於是就將廚房搬去原本睡房的位置 還可以隔出一間工人房 再將原本廚房的位大變身 變成動靜佳儀的空間 現在看到我身後的房間 本身就是一個廚房 本身就不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現在的書房和旁邊的油氣室 在空間上它們是聯繫了 它們是隨時成為一個空間 在空間感上就大了 提升了 二來它們隨時隨地可以看到我兒子 設計師還在這間房間 訂造了儲物地台 無論小朋友有多少玩具 都可以輕鬆收起 主人房原積是長方形 但儲物空間不足 男女護主加上小朋友的衣服 都不夠位置放 要大側位 在香港我們作為設計 應該製造多些 實用性的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就在房間裡 劃分了兩個空間 一個當然是讓她睡覺 還有床的下面 其實是一個大的儲物空間 可以幫助儲物性 睡床床尾有一個特大的窗 都可以看到機場 這個位置當然要好好善用 窗台這個位置 平時可以坐在這裡看美景 但其實設計師都將這裡變成儲物空間 就多些地方可以擺放雜物了 床頭的位置就做了這個位置 讓戶主擺放心愛的公仔和擺設 房間的另一邊 看到多了一個衣物間 大大提升了她的放衣服的儲物空間 比之前一字形的儲物的儲物間 多了可能三倍的衣物在這裡 就算男戶主換衣服 也不會影響到女戶主在這裡睡覺 今集我們先談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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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